大家好 我们这里是春晚倒计时的现场 那今年我们聊事春晚 请来了我们的新朋友 他是颜值演技同时在线的 就是在我身边的黄景瑜 欢迎你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这个春节快乐 过年好 这是第几次来沈阳的 有没有印象 来沈阳我不知道第一次了 但是来这个咱们聊台春晚 这还是第一次 第一次 那给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带来一个什么样惊喜的节目 其实我自己来到这个聊台春晚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惊喜 因为我这个 我就是地道单东人嘛 一到过年就天天就看这个 这个咱们聊台春晚 有朝一日 有这么一天 自己也能登上这个舞台 也能去出现在这个家乡的电视上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 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特别大的惊喜 我们知道你之前和张猛导演 合作的机会是比较多的 自下的感情我知道你们也很好 对 因为张猛导演也是 也是咱们东北人嘛 然后而且张猛导演 是我第一部电影的导演 就等于说我对这个电影行业 很多的认知 都是从那个张猛导演的理解 所以他在你的演艺生涯当中 也给予你很大的帮助 是不是 春节啊 张猛导演在远方 给你发来的祝福 你好 景渝 我是张猛 好久不见 忙了一年终于回到辽宁 参加辽宁电视台的吃鸡晚会 在这里先祝你新春愉快 希望来年 公平做活 好 谢谢张猛导演 那在2021年的时候 你的个人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 和你有没有新的打算 那2021年我应该还是会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个剧组和演戏上 然后希望今年播出的戏能有一个好的成绩 希望大家能喜欢 有一些这个戏的内容可以提前说出来 你告诉大家一下 最先跟大家见面的应该是亲爱的容装 一个叫这个特种兵和这个军衣之间的一个故事 也是我跟那个秦老师主持人 我们做电视剧 希望播出的时候大家会多多关注 好 那我们期待2021年 景瑜能够在荧幕上跟我们呈现更多更好的作品 在新年到来之际 希望你能够把最好的祝福送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我希望大家都能首先身体健康 然后没什么烦心事儿 把所有的一切不好烦恼都丢到去年去 然后让新的一年一个崭新的开始 快快乐乐 顺顺利 谢谢景瑜 你看健康21华 富贵21华 崛起21华 爱情也是21华 所以不管三期21 希望你新的一年牛气冲天 牛年大吉 很好 谢谢